各位大家好 接下来轻松一点的 真武大帝修道成仙的故事 真武大帝在武当山修前夕休息 只见那树叶长了又落 落了又长 花开了又泄 泄了又又开 不知休息了多少年 也看就要得道成仙了 这天 他和晚餐一样 坐在毛啊里闭幕打坐 修生雅系 突然一阵喊叫声 从山下出来 天啊救命啊救命啊 真武大帝听见胡话 批反战舰 奔出毛啊 四下瞭望 山腰间某的一声风响 跳出一只凶某的黑虎 一声吼动 山腰地动 一声咆哮 渠风发抖 黑虎穿过月里 追赶一个姑娘 那姑娘自知九死一声 拼命呼喊 真武大帝一见黑虎三人 正好了得 大和一声 猎战 休得无力 说着七星宝剑一道金光 闪在空中 那黑虎见神剑吹来 情之不妙 刮刮拍在地上 野头摇尾 祈求饶你 真武大帝见黑虎说服 必不杀他 他恐道 你若能依我一事 我便饶你 黑虎点三下头 真武大帝说 我得到之后 你好虚 真替我寻山 对你 封你作山中之王 把人间不平之事 由你惩罚 黑虎又点三下头 真武大帝收了七星宝剑 也说声去把黑虎走了 自此以后 武大山 便有了黑虎寻山 再说那姑娘得救 蹲在石塔上 猛烈痛哭 真武大帝 借这姑娘 确实可怜 上前未到 姑娘 你是哪里人士 为何走进深山 险丢了心命 这姑娘 她几头来 年龄已不过十五六岁 生得又排查又俏皮 她娇生娇气 说出话来 小奴家父女两人以卖茶为生 这几天跌跌生病在床 我一个进山打茶 遇见猛虎 若不是恩人相救 早已命归西天了 真武大帝说 猛虎已经降服 你快回家去吧 姑娘又哀又哭得起来 脚疼腿酸不能挪步 真武大帝一心要回山 修真雅兴 转身就走 姑娘在身后喊 恩人常言说 杀人要杀死 救人要救活 你一走开 那魔虎再转过来 我死了 不要紧 可怜我那爹爹 谁来服侍 真武大帝是凶道的人 心慈灭软 只得再转身坐下 与这姑娘作伴 真武大帝休息了 头发成笔 狮子成堆 那姑娘一片好心 掏出木书 微微依靠在她身边 亲身说道 恩人 你头发砸成这个样子 闲着无事 我与二人出头 真武大帝 接着女孩无限欺服 露出无限风流 不羁怒气冲天喝道 你要是良家女子 就应自尊自重 再敢亲举妄斗地 斩不饶 这姑娘落个没去 又羞又怕 马脸通红 简直无地自容 纵身一跳 扑下了万丈学癌 真武大帝 见此情起 便傻了眼 太童一晚 毛骨手然 只见万丈学癌 白云飘飘 背雾满满 不见根底 天哪 这姑娘可的本身碎骨 如何是好 真武大帝 后悔起来 自己修真养性 四十二年 有一个蚂蚁未曾伤过 唯得得道成仙 今日却逼人杀身良心合纱 便众生往下一月 只见哪里是个姑娘 分明是一龟白骨精 真武大帝 到了金顶 只见他的师父 御妻圣祖拍手拍到 徒弟大功成就 得道成仙了 你刚刚杀死了 是在这座上的 千年白骨妖精 他变作美女 试探你 你皆得道成仙了 真武大帝顿时 缓然大悟 半生是师父要试试 他的心肠 真武大帝受负后 为了感谢五条金龙 便在南岩宫后面修了 五龙宫后世的人们 就常常到这个五龙宫屡期求败 妙活抵胜 好了 那又是真武大帝的故事 好 喜欢 谢谢 阿弥陀佛